这种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 鬼鬼祟祟要过马路 接着进入一家超商 不久后从超商跑出来 接着一路在街上逃跑 因为他进入超商恐吓电源 要电源拿钱出来 带你听一段警方的访问 嫌疑人持BB枪 在超商里面要恐吓电源 那过程当中 这一个你电源手部有稍微扭伤 那目前有送医救治中 事发在今天清晨五点多 高雄新兴区民族二路上的某家超商 一名消信男子手持BB枪 禁电恐吓要电源给钱 随后步行逃跑 远景获报到场 一名核信员工 因为与消信男子发生肢体拉扯 导致手部扭伤送医 目前没有大碍 店家初步清点 大约损失新台币一万多元 警方组成状案小组后 不到三个半小时 便在古山区一家网咖 逮捕消信嫌犯 并在身上查获赃款 全案也依强盗罪 调查侦办申请羁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